这几天福宝的性格大变 大家眼中的小福宝 悄然间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 那份昔日的温顺与可爱 似乎被一层未知的阴云暂时遮蔽 他的行为举止间 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不安与急躁 偶尔间的低吼更是让人不由的心生含义 让周围的人们都感到既惊讶又忧虑 前阵子 小福宝因顽皮捣蛋 而受到了徐奶爸 一次特别的爱的教导 事后 徐奶爸选择了短暂的休假 以便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当他再次出现在福宝面前时 仿佛心灵相通一般 福宝兴奋地围着他转起了圈圈 一连几个欢快地翻滚 就像是再以最纯粹的方式 向奶爸表达着深深的思念与欢迎 我真的超级想你呢 然而 这份活泼也让徐奶爸的心中添上了 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他深知 在熊猫的世界里 打滚虽是传递快乐的方式 但对于像福宝 这样活动量 可能并未达到标准的小家伙来说 这无疑隐藏着健康的风险 特别是长扭转 这种足以危及生命的疾病 福宝的外婆便不幸遭遇过这样的不幸 这份沉重的记忆 让徐奶爸不得不收起温柔的笑容 用坚定的态度阻止了福宝继续打滚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背后 都是对福宝深深的爱护与责任感 回想起福宝在爱宝乐园的日子 他就像是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公主 尤其是江爷爷 总是用无微不至的关怀 为他的童年涂抹上快乐的色彩 那份独特的宠爱让福宝赢得了 大魔王这一昵称 如今的徐奶爸在养育方式上更为审慎 他充分理解熊猫习性的特殊 因此 在给予福宝充分爱的同时 也注重教育他辨别安全行为的重要性 对于初回国 尚在适应家乡环境的福宝 徐奶爸更是付出了双倍的耐心与勇气 一点一滴地引导他 如何在享受自由的同时 学会保护自己 不让那份曾经的危险再次靠近 这份细腻的关爱与不懈的努力 让福宝的成长之路更加坚实而温暖 在徐奶爸的故事里 我们深刻感受到了父爱的深邃与温暖 那是一种既严格又充满慈爱的独特情感 他不仅是一位父亲 更像是孩子成长路上的明灯与导师 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爱的真谛 对你足够的说法 我们要牛叔羞黑 是我们下午前台 这是人